好 星期二得道 今天是6月26日 星期二得道 我們錄音的時間就是星期二 出街就是星期三 今天不會有刁拔的 大家都知道是星期二錄音 就有許劉先生 大家好 有Johnny 大家好 還有我 很多網友都PM問候我 喉嚨其實還是有點咳 但大致上就好了 花生真的不好吃 許劉先生就陰你了 有別養零食的 所以呢 可能講不講一下 立刻咳嚇 突然有一兩聲咳嚇 這節其實要講一下 我們本來計劃了7月14日 就搞妄罪 第一就是 齊大哥就回來香港 另外又寬送許劉先生 因為他要移民台灣 等一下我們就叫他抽一節時間出來講一下 移民台灣有什麼巧妙啊 或者為什麼要移民那些事情 應該說的 有什麼有趣的事情 因為我上集就說了 分析香港的時候 就生了很多句話 就說現在不移民 也不知道怎樣 所以變成了 移民也是一個題目 來的 大家看看齊大哥說移民 其實是很多人問的 很多人PM 很多人PM問 但是呢 7月14日 原來還在踢世界杯 變成了那天 如果搞妄罪 可能很多網友未必來 又或者他們來也要求 有電視直播的 但是呢 如果有電視直播的場地 就應該敷了 如果沒有電視直播的 就可能差一點 所以我們可能 要將時間退後 但是要問回 許劉先生那個 如果退後一個星期 你還在香港 20日打後不是在香港 這樣就不行了 那我們真的要想一下 14日 一個星期就是21日了 這樣變成了時間 真的很混亂 我看看能否遲多一天 是啊 可能我們和他們吃頓飯就算了 即是改位 視乎情況 所以我們那個時間 現在暫時都比較難定些 再公佈 再容後公佈 大家留意著 好 其實今天 剛剛發生了一件事 很突然的 因為 我們都看 例如你看手機 其實現在每個人都有手機 有什麼突發新聞 第一時間在手機上顯示給你聽 是吧 因為你可能會追蹤某些報紙 某些頻道 或者某些媒體 他就會在手機上顯示給你聽 除非你封鎖了他 剛剛看到就是在則如沖公園 其實就是太古城 對出一段空地 就是一個公園仔 海邊 那些公園仔 以前也有行 跑步 放狗 神運 那樣的 有一個女人 我剛才查完的新聞 都找不到她幾歲 就向了四個親戚開槍 那些都是姨媽 姨長 都是親戚 全部親戚 最老的姨媽 就八十歲 那舅父是七十二歲 另外有些六十二 有些五十幾歲 總之有四個 這個姨反見也像中年婦人 應該是不超過五十歲 可能四十幾 我聽到就比較罕見 香港其實都很久沒有槍擊案 很久沒有 上一次打劫 上一次打劫 打劫也是拿刀而已 打劫也是拿刀而已 就是我們這裏樓下 是呀是呀 太子樓下 槍擊案真的好像都很 對上 我都想不起什麼時候了 很久 真的開槍 你不要算警察那些 警察就整人都來了 尖沙咀北京道1號附近那間標鋪 那時是有間開槍就槍擊 槍擊了那個店員 打死那個店員 好像打死了 忘記是沒有死 這樣呢 如果你開槍 向市民開槍的案件 其實是最近非常罕見的 你想想想 上一次在太子樓下 都是用白刀打劫而已 你想想想 這次是開槍 而且是打中四個人 其中那個大姨媽呢 80歲 應該就救不上了 中了頭 另外有個舅父 還是72歲的舅父呢 都好像是後腦中槍 說真的後腦中槍 基本上都很難救得上 還有這麼老 72歲 頭受傷本身就已經很危險了 還有槍傷 這個疑犯呢 報紙就賣了 他說應該是因為那個 增產 或者是爭奪身家 所以就可能約了親戚來講數 說不定就拔槍 這件事也挺奇怪的 如果是跟增產案有關 為什麼要動殺機呢 想不通 唯有解釋就是 可能那一筆遺產 就是這幾個人 全部都是他的競爭對手 這個肯定是 爭得慘 所以 我分散一點 把競爭的人士消滅 把競爭的人士消滅 是不是 那麼 首先 不知道從何 入到那支槍 入貨 其實香港 槍 基本上你是沒有地方可以給你買的 沒有一個正常渠道可以給你買 譬如說你加入了槍會 是槍會會員 那你就可以去 訂購的 可能也要經過槍會的 不可能我自己淘寶 淘寶也沒有啦 或者是Amazon 在網上訂購了槍鞋 全美部槍協會幫襯員 他由美國寄一批槍來 寄一堆子彈來 說起 警方在這個女人手上 身上搜到五十顆子彈 即是說 他是被充足 他打算帶五十多顆子彈 用那支短槍去殺人 他打算打開槍可以換子彈 夠不夠時間 很不方便 進廁所 你不是打電話機啊 他那支槍是掌心類 只有六飛 他那支是有錢人 或者有錢太太 買給姨太太 或者太太旁生 放在手袋裡面 那支是熟女槍 對 很方便 在手袋裡面 可以放雞 那支槍是射人的 以前 如果你有看霸王花的東西 就看到了 那支槍是放在腳上 對 那支槍是放在腳上 對 那支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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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會 懷疑 究竟這個女人 在哪裏得到槍呢 這個真的是 因為 香港很少牽涉到槍械的案件 已經近幾年了 因為以前我們看的 有套港產片 叫刀手 他說 一般香港黑社會殺人 都是用刀手 因為 拿刀斬死人 和開槍殺死人 是兩回事 嚴重很多 而且重案組很重視 那刀可以通家買 牛肉刀 什麼刀可以通家買 50元把 尤其是香港 香港是完全禁槍的地方 所以很多時候 就算是黑社會 打架 都是用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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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黑社會片 很少有槍 全部都是用刀 都是用刀 沒有人說開槍 都是用刀 這位疑犯 都比黑社會 更加武器精良 高級 到底這件事的 真相是什麼 一回事 多角度推測 以日子來計算 我大膽推測 他應該是昨天看了沈大師貼士 買了西班牙上盤 因為西班牙的上盤 是讓一球球半 而西班牙是只能夠 踢成2比2 沈大師說得實有介事 即使要刀 我不信真的可以刀死西班牙 你問題 你不是刀死的問題 你也要買上盤 上盤讓一球球半 西班牙和坡都出線 怎麼讓一球球半呢 所以我估計 這位女士 可能買大了西班牙 或者信了大師 可能信幾次 我認為她的早派應該買阿根廷 或者買德國 被墨西哥贏了 即連中幾關 對 所以越買越大 一三七 整副身家就給了馬會 或者輸了給外圍 會不會是打算約幾個親戚出來 最初要是去量水 量不到水 帶著子彈去量水 把他們都淹掉 就是分為產 有這樣的可能性 因為世界杯期間 什麼事都有機會發生的 所以我一直都勸人家 其實賭球千萬不要 睡身買上下盤 其實真的會輸死人 因為上下盤 你覺得容易簡單 不是上就下 沒有中間的 除非你買盤是一球 就有中間了 就有走水 因為我們好像在幫人補習 什麼是上下盤 什麼是一球 什麼是走水 如果讓半球 即是你贏一比零 你收錢了 如果讓一球 你贏一比零 就是沒有錢收的 是打和的 上盤下盤也是打和的 如果讓一球 球半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你買一百元 有兩條票 五十元買是讓一球 五十元是買讓球半 如果你贏一比零 你就一半是打和 一半就輸了 如果贏二比零 你就兩條票收完 就是這樣 所以買上下盤 其實我懂得 接觸那些小賭 死在上下盤手上的人 是很多的 你買馬 基本上不會分身 因為馬危險 有十四隻 就算一隻馬王 告訴你十五元 你告訴你 一定會贏 拍了心口 那些人都不會分身 他都不敢買五萬元 但一場球 他就敢買十萬元 喂 阿根廷有美斯 怎麼會輸啊 就說他輸三比 這個就像那些人炒旗子和炒股票 炒股票很少會輸死人 正常來說 你打算買大小買牛熊 炒旗子 這樣就不一樣了 你可以輸死 沒錯 上下盤最多的就是強隊 因為有些人覺得 例如以前很多那些古靈精怪球隊 利物浦對石周三 哪有得輸啊 糟糕了 真的 是沒得輸的 90分鐘0比0 90分鐘石周三就贏1比0 那你的錢全部都輸給他了 因為我之前有接觸過那些朋友 他們平時很省錢 但是一去到買球 你是看不出來 因為有外圍這回事 那外圍可能就會scan了你 我批五萬元信太額給你 那你就不會想著去買五萬元 越賭就越大 所以輸了五萬元 你會想辦法求別人給你多些額 然後你可能先還兩萬 希望別人加大你的額 那麼 越賭越大 最後輸了幾十萬 有很多人就是因為賭球 輸錢是跳樓的 所以我是不主張那些人買上下盤的 因為你買很大 如果你真的要賭球 就買球膽 你難中嘛 你明知道你難中 你不覺得五萬元球膽 是不是 因為難中 一百啊 五十 還有賠率高 對 刀子腳大樹 沒錯 所以我是主張那些人 買一些冷門過關 你輸又輸你不死 當然你贏就有機會贏很多錢 好過你賣十萬元 五萬元下去 五萬元下去贏四萬元 要抽稅 其實賭球是很容易輸死人 我們差得太遠了 因為這位女士未必是賭球 不知道這位女士是賭球 可能跟賭球一點關係都沒有 可能跟賭球一點關係都沒有 因為世帝日報要我們說氣 但是呢 報紙就說它牽涉到增產 那當然 這就跟土地問題有關 應該是跟物業升值有關 這個剛才是許留山提出的 沒錯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的十樓升得太厲害了 以往呢 可能阿爺剩下兩層樓 兩層樓 兩層樓有多少錢呢 不是啊 兩層樓現在值二千萬 現在是 一層太古城八百尺 一層太古城八百尺 千四萬 其實也不是說笑 其實也真的有可能 如果你一細心想想想 可能早年 你原本的分配 你覺得沒有問題 給你啦 我不要啦 那時候是四百萬 這幾年這樣搞一搞 四百萬的樓 可能變成差不多一千萬 那他留下三個物業 就吃三千萬了 那你就真的會發瘋了 再加上你可能真的 輸棋子 輸球 真的量水量不行 真的令人瘋狂 是啊 樓市 或者有些人說 可不可以拿一層樓去家案 按些錢來洗一下 不用 是啊 有這可能 或者那些樓 物業是幾個親戚聯名的 其實這件事都很常發生 在香港 整個爭產就是這樣來的 因為香港有一隻叫長命契 譬如說你的物業 太古城可能有一個單位 也有可能 我試過有看這些物業 看搜尋裡面有八個名字 然後 其中有一個死了 變成遺產 因為你很詳細 你下了整個膚 看到 其中有一個死了 變成那個人的兒子 又有兩個名字 補充你一點 就是這個 少許法律問題 嚴格來說 長命契的問題 就不是遺產問題 因為長命契 就是那個人 一過身 他就沒有了 自動去其他人分賣 自動去其他人 那個就是Joyntent 就是 那也是遺產問題 因為那個人的遺產等於沒有了 就自動去其他人的名字 Joyntent 就不是 他變成遺產執行人 就不是長命契 如果你說死了 有得分那份 Tenance Incomment Tenance Incomment 對 那個就不是Joyntent 那變成 有些查冊是有八個名字 也不是Joyntent Tenance Incomment 死了一個 下面都出現了兩個名字 就是那個人有兩個兒子 就成為了他的遺產成計人 就變成多了兩個人 接著 陸陸陸陸陸陸陸的家族可能很大 死了六個 很複雜叫他變成 很複雜 很麻煩 有關係的那些都被堆毀了 就是要全家產 那你約公園見幾個人而已 不是的 你拿支短槍搞不行 你拿支AK47C 你這樣說 就可能掛一流氓 打中四個而已 有其他六個都打不中 因為其他人都會開場 會走的 那你就追著那四個 最老的四個走不掉 那些年輕人都走不掉 這個我估計 可能約了十個出來 我們現在是看董新聞的死因庭 這個我也是靠猜 純粹靠猜 因為大家知道 那些人不理 我們錄的時候是星期二晚 所有有的資料是非常少的 現在是短猜的 我看你一條IQ題 書上面有隻五十隻小鳥 你向他開一槍有幾隻 走光 是不是 那你預備了五十飛子彈 你想一隻打下來 但你打一槍就走光 所以我五十飛子彈 其實是不適合的 青蛙有十米 青蛙每次跳有三米 他跳多少次可以到上面 永遠都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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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英國最老的幾個走不掉 有些年輕的走不掉 我估計 所以我們不知道 可能到星期三 這個節目出街的時候 有多些真相出現 我們這個時間也是斷猜的 又或者這個女人 這個女人可能又是另一個賊王 好像上次打劫那個 原來是賊王 剛剛放出來 沒有多少油出來打劫 可能殺了人 可能是一百多歲 她的樣子看不出來 不知道 這件事呢 其實我們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一節回來 就講其他話題 好